说到名侦探柯南 那可是多少人最难忘的童年回忆 它代表着几代人的回忆 当我从小学读到了大学 他竟然还没有完结 这不活了 二十多年的动漫 简直是经典中的经典 片中的男主角是江户窗科男工藤新一 女主角是毛利兰克哀党 不要打鼓 毕竟是官配 但是有很多人却非常讨厌这个女主 站队灰兰哀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首先从人设上来说 毛利兰这个女子简直是太完美了 因为她上的厅堂 下了厨房 不仅温柔贤惠 还会推理 空手倒也是一等一的厉害 还拿过全国冠军 在危急时刻不仅能保护自己 还几次出手救了科男 不仅她自己很优秀 她的家庭也让很多人羡慕 父亲是名侦探 母亲是政治强人 青梅竹马新一还是个大帅哥 简直是人生赢家吧 相反 看灰兰哀 她的人生就有点灰暗的色彩 坐着青山钢昌 在塑造灰兰哀这个人物时 肯定是想往悲剧方向靠拢的 因为她的父母和姐姐都曾经为组织工作 但是后来都死于非命 连她自己吞下了药物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和毛利兰相比 可以说是非常凄惨了 也许就是这份原因 所以观众对她的同情心理 导致对她的偏爱 毛利兰的形象 只适合存在于二次元里 现实生活中如果出现那么善良 不计较得失 处处都坐得那么周到的人 会遭到很多人的嫉妒 在动画中 小兰曾经勇敢地从贝尔摩德手中救下了辉元埃 后来也曾救了贝尔摩德 是真的十分善良 无畏生死的女孩 虽然她时常哭哭血涕的 但是面对挫折和挑战 又能很快地重新振作 辉元埃对很多人定义为欲解 但是她的内心并不像小兰一样坚强 她其实是非常脆弱的 只不过藏得比较深而已 我想之所以柯兰党会那么强势地超过柯兰党 是因为柯兰和小埃的经历太过相似了 而小兰就像一个局外人一样 对他们的苦衷和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不了解 始终被蒙在屋里